江泽民是一个开启 中国器官买卖的一个最股获手 器官买卖的前面叫做拐卖人口 所以为什么这些年来 会有这么多失踪的青少年 失踪的儿童等等 所以就是说江泽民最为世人所诟病的 也是他医生当中里面 最邪恶的一件事情 就是透过镇压法轮功 来怎么样 维持一个从贩卖人口 到器官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这是急不忍道的 前一阵子还有一个 应该是中国大陆的医生 他还主张把器官买卖和放话 鼓励人们捐赠器官买卖器官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请问486 我们在前面的几集当中 我们谈过了邓小平 今天我们这一集 我们是延续上一集的一个话题 邓小平谈完之后 我们知道中国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是谁 就是江泽民 江泽民这个人呢 在历史上当然有包也有扁 那他是一个 有人说他是一个很风骚的人 有人说他是一个很公子哥的人 也有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很有国际观 很有远见的人 当然也有人说他把整个中国的钱贪污 A了一大堆的钱 把他说的什么 什么小孩 他小孩的下一代什么都安插到 各最赚钱的企业体 那到底事实上怎么样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去研究到他 可是我对这个人也非常的好奇 因为江泽民他在整个中国近代来说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领导者 是一个舵手 所以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了 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 宋国臣宋博士 那宋老师 你我们先一开头我们就先讲 你怎么评价江泽民他这个人 毁欲参拜 毁欲参拜 而且是毁多一遇了 因为他之所以能够上台 坦白讲是有很多的运气跟机会 第一个人就是说跟汪道涵的关系 因为没有汪道涵的话 我想不会有今天的江泽民 另外一个就是六四世界 这个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说了 就说他其实是交通大学毕业 国立交通大学 算是说毛泽东以来 他学历是最好的 后头还有一个胡锦涛他是清华的 那么他在读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很曲折的故事 就是说他曾经去读汪精卫政权的中量大学 汪精卫的中央大学是培养我们叫汪精卫的伟政权 将来的这个干部的一个大学 他去读过那个大学 所以有人就怀疑说他事实上他早年的时候是曾经投校汪精卫政权 然后后来他从他去读这个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毕业以后呢 他就到了上海一家叫易华食品 易华食品原来是一家洋行的外国公司 专门做什么的呢 是做冰淇淋 那很稀奇 那时候中国人吃冰淇淋很稀奇 而且他是进口到中国 唯一一个就是机械化生产的这个冰淇淋食品 那个时候江泽民在那边当做什么 当那个电机的维修师 修电器的 技术班底的 对是有技术班底的 那这里头后头有一个江泽民和汪道汉的家族的渊源的关系 我们知道这个江泽民他 他是过继给他的六叔 叫做江上卿做养子 那么江上卿是一个共产党党员 在抗日的时候 他曾经组织一个叫晚东革命根据地 抗日的 然后他也组成了一个叫做青年训练班 训练这个抗日分子 其中有一个女学员 叫做戴希可 这个人是谁呢 汪道汉的太太 汪道汉的太太 后来这个戴希可 就去担任那个益华食品公司的董事长 那个时候叫益华食品一场 第一场 活有企业 然后归于他的先生汪道汉 叫什么东西呢 叫做华东工业部 华东工业部管理的 然后江泽民在那个益华食品工作 表现很好 这只是第一层的关系 第二层的关系比较关键 就是文革来了以后 因为汪道汉他家境非常富裕 他出生于上海的富裕家庭 所以我上次我曾经讲过 黑五类有一个叫做地妇犯 坏幼 对不对 所以汪道汉既是地主又是妇人 所以是黑五类 所以也受到文革的迫害 然后那个时候 戴希可就是他的妻子就生重病 汪道汉有一个女儿 没有人照顾 所以汪道汉就脱孤给江泽民的太太 那时候情况很危急 但是江泽民的太太 他就不顾那个政治风险 就把汪道汉的女儿 把他接到家里 在那个时候 真的是很大的恩惠 非常危险 而且家里最好吃的都给他吃 最好的衣服给他穿 妥善的照顾 所以江泽民有这种脱孤之恩 就汪道汉遇难的时候 然后妻子又生重病 然后女儿没有人照顾 年纪小小 所以他有一种脱孤之恩 所以汪道汉就一路推荐江泽民 后来到1982年那年的时候 他就推荐江泽民成为 从上海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委员 中央政治委员 他开始走入奔 接下来第三个事件是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的时候 这里头就比较曲折了 因为六四事件基本上在天安门 北京 那个时候很激烈 上海也有学运 但是当然就是说 它规模比较小了 然后人数也不多 毕竟天安门发生在京畿地带 上海是一个商业中心 可是江泽民采取一个什么 我叫做柔性镇压 我们讲镇压不是说很残暴吗 他不是说他用柔性镇压 他跟你演说 他跟你说服 希望你如何如何 甚至暗示就是说 你要闹事 到北京去闹 别在这里闹 然后你要是不听话的话 那我就镇压了 用威胁式的柔性镇压的方式 结果上海六四的学运就平息下来 其实也谈不上平息了 后来这些学生就转阵到北京去了 不要在我这边闹 去北京 对 所以镇压有功了 六四运动镇压有功了 所以那个时候传到邓小编的儿里 就觉得说 我都摆不平的事情 你在上海也摆平了 隔天这个人确实是很有长才 所以就很重视 然后就慢慢把他提拔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市委书记等等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市委书记 后来就提拔到中央 然后就发生了赵紫阳垮台 支持学运的自由派垮台 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等于邓小平是身边没有人 他就想到了 在上海镇压六四运动 还蛮成功的 不流一滴血 不开一声枪 就把学运给米平了 他就提拔他 然后就取代了赵紫阳 成为中共的总书记 所以说 当然就是我们评价中共的领导人 我们大概就是说 要从几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早期的经历 我们刚刚谈的是早期的经历 然后接下来是他掌权时机 做了一些什么事 然后对于这些事 我们对他做一种崇拜 褒贬或者是毁欲的一种评价 最后就谈到他的后世的影响 所以从他的前级经验 大致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两件事情 汪道涵知欲之恩 当然他也有脱骨之恩 所以两家渊源非常的深刻 所以这个 然后就汪道涵就一路的提拔他 从这个长春第一汽车厂 一直到上海市长 上海市委书记 到了六四之后提拔他为 在此之前提拔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 最后推荐给邓小平 然后邓小平重用 在邓小平垮台之后 掌握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老师 我不晃有没有记错 后来在江泽民这个时代 有跟台湾做一个什么 孤汪会谈 所以他那个孤就是 孤政府嘛 对 汪道涵 所以他对两岸关系也是很有影响 九二共识就从他手上出来 当然就是说是 他是一个对两岸关系 对台湾是一个非常鸽派的人士 讲究两岸之间的交流 和平和谈判等等 所以在那段时间当中 我们坦白来说也维持两岸将近十年 以上的和平的事情 在这个孤汪会谈那段时间 那当然后来这个情势受到了那个 李登辉前总统访问美国嘛 所以发生了96年的这个台海危机 那个是在汪辜之后 所以江泽民就发表了所谓的这个 这个江八点 对台城的江八点 第一次谈到不放弃用武力统一台湾 而且在那一次的这个96年的 第三次台海危机的时候 江泽民的时候已经决定要挥兵 要攻占台湾 对 那个时候就是命令都已经 已经在手上了 只差一个案件而已这样的 但是被美国的第七舰队给喊下来了 所以第一个想用武力犯台的不是习近平 是江泽民 所以他江泽民对他就两面手法嘛 表面上派出汪道涵 就跟你过关会谈 讲和平的意思 但是同时他是武力备好 要准备要攻打台湾 因为那个时候李登辉方面 大概对整个两岸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 中共认为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要要搞分裂嘛 所以所以他对台政策 其实是从他开始是很强硬的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从毛泽东 邓小平 那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整个中国经济真正的崛起 蓬勃发展 是不是可以说是在江泽民的这个任内 开始那个开始飞奔起来的 完全没有错 完全没有错 因为所谓的中国崛起 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 就是在江泽民时代 所以你要说说我们讲说他 我们刚刚讲执政的成败 要讲他成功的这个地方的话 他最大的成功就是中国的经济崛起 两位数字的经济成长之外 当然他就是说他有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就是说 比如他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工 还有大量闲置的土地 还有就是对于企业的优惠的政策 然后来实行一个比较 我们讲说经济学上的 take off 就是一个经济起飞的一个基础阶段 这个时候江泽民确实做了还蛮不错的 譬如说他在上海就搞浦东新区 浦东开发区 所以在上海搞这个特区经济是搞得很成功的 当然了就是说他还有一套就是说 对于外国的这个 那时候叫三外 什么三外呢 三个外 外面的外 外资 外企 另外一个叫什么叫外国人 外国人到大陆去经商等等 这个三外造成了就是中国 跟整个世界经济密集的结果 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加入WTO 他坦白讲他能够骗美国人 骗到就是说是 美国人愿意展开双臂 然后把这个中国带入WTO 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 2001年开始 才开始真正的就是两位数字的一个经济的成长 所以就是他把中国搞成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加工出口区 这个加工出口 因为对当时中国的这个 廉价的弄意来讲的话 你就只能搞加工出口 所以可以说他在这个方面是做得很成功的 另外一个就是提升国际形象 因为他就是说我们讲他是一个 他搞这个风骚外交 骚手弄之 去到意大利 就唱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歌剧 然后这个到美国就讲英文等等 他骂人士也用英文 他在香港有一个记者很不礼貌 他说too simple 江先生 你们啊 你们我感觉你们新闻间还要学习一个 你们非常熟悉西方这套的美女 你们毕竟他too young 但是呢问来问去的问题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我讲一下这个 simple这个英文 通常是指说对事情本是很简单 对 当然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会说一个人很simple 但是因为中国人讲说你太单纯 太年轻 太天真 然后呢太年轻呢 在我们中国这个家长主义 父权主义就是说 你讲你这个人太年轻了 其实是贬你的意思 对就是没有见识 你没有见识 然后你这个年幼无知 这个意思 可是样这个字在英文当中里面是正面的 嗯 你说这个young girl 是一个 young girl一定是 一定是指很漂亮的 漂亮的女生 对对对对 所以那所以他这个英文就是中国人讲的那个什么 太单纯 太年轻 太年轻 跟这次影席月去美国讲英文 效果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重点不在于就是说你江泽民会不会讲英文 在于你讲的英文的内容是什么 人家影席月的英文也有韩国的枪啊 嗯 然后这个江泽民的英文也有这个台湾 中国的土腔啊 但是人家影席月的内容 让美国人觉得很欢欣 然后这个江泽民英文就让外国人觉得很好笑 所以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说 他虽然说这个 讲究这个所谓的中国崛起了 那可是他搞的那种这个风骚的那个外交 常常也外国人也会表面上不讲 你在心里面就慢慢来就偷偷在笑你 我举个例子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 就从头到尾就戴着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四角形的一个眼睛 他连过世的时候 躺在观察里面都戴了四角眼睛 戴了一辈子 然后他喜欢穿那个上海的人那个吊单裤 应该吊带裤吧 吊带裤 因为很胖嘛 肚子很大 游泳的时候 扶在水面上下 一直赖蛤蟆一样 当然我不是要去侮辱他的个人人格 因为他的体型很胖 所以那个吊带可以拉到胸口 然后戴着一个四角眼睛 而且一辈子就是他的人设 他的这个标记从来不改变 所以要怎么讲 就是说他 他当然有一种上海人 这个海派文化的那种风格 海派文化是什么东西 讲创新啊 活力啊 浪漫啊 然后有自由的开放的一种精神 跟这个金派文化 就北京文化不一样啊 所以有一句人讲说 有一句俗话讲啊 说你不到北京 不知道这里的关有多小 因为满朝都是大关 那你不到上海 你不知道你的钱有多少 因为上海有钱人很多啊 所以上海的海派文化 跟北京的金派文化是南北对质啊 那江泽民就是具有很浓厚的一个 海派文化的特色啊 所以他在国际上 因为你相对于像过去的 出国的这些 中共的领导人啊 无论你说是邓小平也好 因为邓小平也好 因为邓小平长相就 就是个儿小小的嘛 长相也不好 然后你说像周恩来 这些人都很严肃啊 可是呢 江泽民就是像个花蝴蝶一样 能歌善舞啊 他还真的能歌哦 他能够唱歌剧哦 他就会弹 莫杂德的钢琴 能够讲一些还不错的英文啊 简单一点的英文 所以外国人基本上来讲 认为他有开明的 开放的 或者是至少觉得你比较清美 跟西方比较热络的 这样一个形象 所以除了我刚刚所讲 就是说他有这种 中国经济腾飞的 这样一个贡献 另外就是说他大幅度的提升了 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是他 执政的时候的两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地方 现在小孩子学习英文 最厉害的机器 就是这一台 会翻译英文的486翻译笔 重点是这支翻译笔是繁体中文版 外面的都是水货 老师 我讲一个就是说 以这个就马后炮 我们这事后诸葛的这个 你觉得美国现在会不会很后悔 当年就这样子让那个中国加入WTO 会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后悔 嗯 而且这个后悔呢 是从内心里面真正的觉得很 反省检讨的一种后悔 我举两件事情啊 如果当年啊 不是美国的帮助 中国进不了WTO 进不了WTO 他就不可能享受 以开发中国家的优惠 优惠对 优惠对 那个优惠差很多啊 然后来获取大量的这个外贸的收益 然后累积他的这个外汇的盈域 然后他现在就用这个外汇的盈域 来做各种军事的扩张啊 或者是一带一路啊 这种叫做新殖民主义的一种经济扩张 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等等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千人计后啊 那些学者 对 所以像美国很后悔啊 后悔的原因就是说 当初美国真的蛮天真的 他认为就是说 把中共这样一个集权国家 把他带入到国际社会啊 就好像说一个孩子啊 不听话 你让他去当兵 当兵他就会长大啊 进入国际社会之后 他就能够成为一个 我们用英文来讲的话叫stakeholder 就厉害关系者啊 所以就会改变这个中共的体质啊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美国如果说对于中共开放市场 给予他贸易最惠国待遇 因为这个自由经济能够输入到中国大陆啊 就能够改变他的一个集权的体质 达到一种叫什么 和平演变 民主转化 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说 中共得了这些好处 但是他还是维持政治上的一种 集权的一个体质 所以很多的学者也认为说 中共这个体制也很怪异 就是他经济上走资本主义 可是政治上走集权主义 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体质 因为按照西方的理论来讲说 你要是经济自由的话 民主就会开放嘛 中产阶级就会起来嘛 对 可是中国正好不是 所以美国人现在很后悔就是说 我今天把你养大了 我帮助你 反正你今天回过头来对抗我 所以现在特别是美国的政界一直任务 就是有一种叫做 中国忏悔论啦 中国忏悔论 觉得当年美国确实是很天真啊 帮助了中国有点养庸为悔 回过头来对抗美国 所以我举个例子那一次 众议院成立那个叫中国特色委员会嘛 所以那个主席叫做 Mike Gallagher他就讲 他说没有想到就说我们美国啊 曾经那么样的有待 有善于地对待中国 结果中国现在反而回过头来 对抗我们 他觉得是美国在对重政策当中里面 一个最严重的一个迷思 也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 江泽民在去年好像96岁过世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在这个很多的网站的资料 看到他江泽民的他的这个整个家族 现在已经是富可敌国 有人讲说他光在国外的存款 就有一兆美金 老师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 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子啊 还是说共产的体制 跟我们这个体制就不一样 对 这个部分我想我可以多讲一点 你刚才讲说江泽民富可敌国 我其实要讲的是叫什么 富可亡国了 不只是敌国富可亡国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说 就是江泽民是在中共建政以来 建议了一个中国最大的贪腐集团 贪腐这个东西就看你怎么贪 江泽民的这个贪腐集团本身 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说他是 他先在政治上主帮派 因为你在政治上有权 你才能够在金钱上谋私 在政治上主帮派叫上海帮 那上海帮一直到了这个胡顶涛 都要下台了 这个在16大17大当中里面 江系的人马 你比如说是吴邦国 还有曾庆红等等这些人 还在这个政治局常委当中 所以整个胡顶涛时期的时候 江派的人马本身呢 不仅是怎么样 垂天听政 而且还朝东有人 江泽民朝东有人 所以他先有一个上海帮 而且这个上海帮 他还会有一些外围的派系 譬如说像周永康 像薄熙来 江泽民四大爱将 一个是军中的郭伯雄 一个是徐才厚 另外一个是薄熙来 另外一个是周永康 所以他现在有个上海帮 以政治上的一种派系政治 来形成他的一个权力集团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 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就是他这个贪腐本身 它是一个神经网络 叫做贪腐互联网 但是上面的不是魏缘 是晶圆 流通了是不是是晶圆 因为这话怎么讲 他有几个系统 我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军队系统 军队系统 我们刚刚讲的郭伯雄 徐才厚这些人 他们叫什么军衔买卖 军衔买卖 就是军衔买卖 升官给多少赏 什么阶级多少钱 对 你当事官要升卫官 他有公开 他有一个议定的加码 明买明卖也算是不错 他非常重视消费者主权 对 所以他有明定的这个标价 标价是明示的 然后你位级要升校级 校级升降级是多少 你想想看 人民举办军有多少人 如果每一个人 都有一套价码的话 那你看军中的贪腐 所以当时那个 像郭伯雄这些人 徐才厚这些人 去查他的时候 把那个墙壁一打开 整个墙壁里面都是人民币 都是贴满的 你看那个瓷山后面 都是人民币 敲下来都是人民币 就这样一堆一堆下来 可见这个军中的贪腐 非常的严重 另外一个叫什么东西呢 另外一个就是叫做 政杖勾结 政杖勾结怎么讲呢 你比如说他安排他自己 本身的家族 去这个进入很多的公司 或者是企业 注意啊 那个时候他的国务院总理 是朱镕基 朱镕基 朱镕基在推行一个叫做 国际改革 国际改革是什么东西 就把原来的国有企业 用股份化或公司化 或者是所谓的民营化的方式 为了要挽救国有企业的亏损 大锅饭嘛 反正赚钱不赚钱 都不关我员工的事情 大家都混日子 那么在这个股份化的过程当中 你这个原来的企业的资产 你要折股啊 多少钱去折一股啊 在这个折股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公司化的股权分费的 过程当中里面 就会产生钱权交易啊 钱权交易 就是说会造成怎么样 就是把国有资产 贱卖的一个情况 然后把这些贱卖的所得 纳入到这些红二代 或者是正上国际的基带 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的 这个地方政府啊 它的财政来源叫土地财政 什么叫土地财政呢 我就卖土地啊 那个干部的那个批 审批权啊 一批比如说我这一公顷的地 比如说十万人民币 那个时候叫什么东西呢 叫做三七分 三七分什么意思 就是说十万块钱 我批给你 然后你拿走七分 你付七分钱 然后我拿三分 就是我从中抽成 抽三分 叫做三七开 这个叫土地财政 用这个土地的这个 审批来换取这个金钱 然后他应该官员有这个权利嘛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家族企业 你比如说像金顿工程 就他的儿子啊叫江绵恒啊 就主持这个金顿工程 金顿工程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防火墙 哦 哦 资讯福袁好讲 原来在江泽民实在就开始了 對 就开始了啊 这个当时他这个金顿工程初期啊 第一期就八亿美金 不是人民币啊 是八亿美金投资 誰在管这个事啊 江泽民的儿子管这个事情啊 他本来是要对付法轮功的 就人体的面部辨识 然后个人的隐私的资料 兼资料库等等的 本来是专门要来对付法轮功 后来就普遍到整个社会 所以习近平现在搞这个 所谓的数位集权 搞这个网络监管 其实也不是他首创的 他的始祖是张哲明 1999年4月25号 就叫四二五事件 大概有上百万的 上万上万的法轮功的学员 到了中南海 进座 进座 抗议 要求公安去释放 45名的法轮功的学员 其实你把它放了就没事了 但是没想到江泽民 一怒之下 就现场逮捕 那个逮捕的画面 我们实际上后来在纪录片 他用那个不是木棍 是铁棍 直接殴打 这些法轮功学员 在天安门广场 附近以及中南海附近 打他的头部 头破血流 然后拖着这个满身是血的学员 拉上了那个球车 然后就把它载走 然后就关进监狱 而且是在监狱里面当中里面 还发生了这个叫活摘器官 活摘器官 所以你看那个解封的时候 有很多感染的这些中极的 高级的高干 他说我虽然是八十岁 但是我身体上上下下都只有十七岁 为什么呢 我什么的器官都换了 所以江泽民是一个开启中国活器官买卖的一个罪魁祸首 器官买卖的前面叫做拐卖人口 所以为什么这些年来会有这么多失踪的青少年 失踪的儿童等等 所以就是说江泽民最为世人所诟病的 也是他医生当中里面最邪恶的一件事情 就是透过镇压法轮功来怎么样 维持一个从贩卖人口到器官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这是极不人道的 而且也一直是被世界各国所谴责到今天 那么这种批判的声浪从未停止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看起来 这个江泽民这个人 他基本上他的内心 尤其到比较后面的那个一段 他根本已经疯了对不对 那人体的这个活摘这些器官各方面 这个他根本没有把人 把他的子民把他的那个人民当成是一个人 而是当成就是一个买卖的一个物件而已 这太可怕了 前一阵子还有一个 应该是中国大陆一个医生 他还主张把器官买卖合法化 鼓励人们怎么样 捐赠器官买卖器官等等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感慨 研究中国问题数十年 绝对就是说这样一个政权 在对待生命的价值当中里面 是极为贬异的 极为蔑视的 不把人当人看 不把自己的中国人当自己人看 不把中国人民当人民来看 所以才会有这些 而且这是一个产业链 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中共一个不忍道的一个历史的记录 而到今天为止还是持续发生在从人口拐卖到器官买卖 人口拐片到器官买卖 这样一个产业链到今天还是没有消除 所以你看怎么还会有台湾有一些人希望能够跟中国来统一 希望那觉得共产党不错 这个我觉得这些人脑袋真的是装什么东西啊 我今天要讲说什么叫统一 四句话 统一就是中华民国主权的消灭 统一就是整个中华民国 台湾的民主体制的连根拔除 就是台湾2300万的极权统治 最后是台湾3万6000平方公里的怎么样 全部的毁灭 所以没有统一 只有台湾的毁灭 所以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就是说整个江泽民的这个贪腐 我用一句民间的这个顺口溜来说明好了 民间就是说毛泽东的干部啊 两袖清风 因为那时候没有钱嘛 你要探也探不到钱 华国锋的干部呢 无影无踪 为什么呢 因为都被清算了 都被干掉了 然后邓小平的干部呢 百万富翁 不是说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吗 对 江泽民的干部呢 国库逃恐 所以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 华国锋的干部呢 无影无踪 这个邓小平的干部呢 百万富翁 到了江泽民的干部怎么样 国库逃恐 这个就是说民间所流传的意思说 对于江泽民这个贪腐 可以说是顺口溜 非常具象的描述 我举一个事情 江派一个第二号人物叫曾庆红 过生日 到重庆去过生日 到上海人 跑到重庆去过生日 把一个在江边的 那个很大的一个酒店 整栋租下来 然后宴请了两百人 狂欢了三天两夜 喝的那个茅台酒 茅台酒 要用军车去载过去 那你就知道就说 这个江派人马本身那种 这个奢华 糜烂的一个程度 所以你不要讲富可敌国 那是富可亡国 我再讲一个例子 薄熙来 薄熙来跟古开来 夫妻他们叫做淫乱夫妻 他们不是夫妻间淫乱 他是各自向外淫乱 薄熙来为了要 他是搞土地的 我们刚才讲土地产 搞房地产 他为了要取悦江泽民 他的天津 盖了应该是上亿的豪宅 给江泽民去天津的时候 能够住下来的行馆 那你就可以 可见的就是说这种贪腐 这个贪腐本身就是一个 怎么讲 他是一个举国体制 习近平不是最爱讲举国体制吗 江泽民创造了一个 贪腐的举国体制 可以说从军队 从红二代 从官员到商人 一直到自己本身的家族等等 是一个贪腐的一个 网络神经 是一个贪腐的一个大厦 不是一个单线的 或者是个别的贪腐 所以江泽民他的这个 所以你看习近平一上来的时候 习近平在做上海市委的时候 对于上海帮的贪腐 辽若是这样 不动声色 一直到他做了国家副主席的时候 他也不动声色 一直到了十八大 他一上台的时候 你要注意哦 这个习近平是江泽民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没有江泽民是没有今天的习近平 可是习近平十八大一掌握权力之后 立刻回过头来 大量的清洗 这个江派的一个人马 使得他获得了一个反贪腐的一个美名 因此也奠立了他的一个民间的一个信任 获得他的一个执政的基础 诶老师习近平他一上来之后 真的掌权之后 开始去清算江泽民的马 会不会也是因为他看到了胡锦涛 对不对 他上一代的国家主席 然后你看绑手绑脚都一直被江泽民 就像您所说的 哇他还是幕后真正的藏进人 所以他如果想说 如果不把江泽民这些人斗掉 他根本也只是个傀儡 对 因为整个胡锦涛执政的那个年代 我刚所讲的 朝中都是江泽民的人 所以江泽民说我朝中有人 然后呢 什么样的政策本身 江泽民幕后操纵叫垂言听政 所以邓小平主张韬光养晦 胡锦涛是怎么样 闭目养神 他就根本干脆对于江泽民的这些 贪腐的事情 就是闭目养神 完全就是眼不见为敬 当然习近平就是如果不把这个江派的这种势力 盘根错节 从上到下 而且呢是通过了跟国外的这个商人勾结 洗钱在海外置产买房子 然后把资 你刚刚所讲把资金这个藏在国外 对 藏在美国 藏在法国 藏在塞浦路斯 这些国家 但很可惜都没有藏在台湾了 所以他藏很多 然后在当地搞房地产 然后通过洗钱的方式 把贪污的钱洗到国外去 在国外去自产 买房子 买股票 买东西 然后在国外赚钱 所以习近平他很清楚 如果不把这个毒瘤清除掉 我也不过是胡锦涛第二 因为我所有的事情会受到这个派系 对我的一种牵制 所以他就会动辄会得救 你看周永刚那个势力多大 那整个中国的石油系统在他手上 所以坦白讲习近平 也不是什么道德的高尚 或者是说既恶如仇 他也是基于他自己本身的权力的危机感 就是如果我不彻底的去清除江派人马的话 我只会沦为这个叫做殿小二 我只能荣为这个儿皇帝 然后成为胡锦涛第二 所以他一上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以反贪腐之民 清除这个上海帮 借着反腐之民清洗政敌 所以你说习近平 有时候他会做很多的误判 可是他对于权力的得势之间 他还算是一个聪明人 明白人 政治上的明白人 所以这个江泽民真的是不简单 尤其你看看 这个活到这个96岁 这个年纪这个高寿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那这一集呢 我想我们也请到了这个宋国诚老师 也跟大家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 因为如果要讲的太细 我看这个光这个就可以做好几集 但是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希望让我们的读者 能够了解就是说 整个中国共产党他的兴衰 他是如何起来 有一个脉络 那在最后一直到习近平这一集的时候 那有老师呢 在跟各位来分析整个中国的形式 跟世界的局势 大家这样才会比较一亲 一亲二楚 然后一目了然 那下一集其实我也非常的期待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 胡锦涛感觉就是一个很丝丝稳稳稳的人 然后好像在电视镜头上面 永远就是笑脸 然后可是你说这个人呢 他有干出一些什么时事嘛 好像也没有 可是呢你说他没干出什么时事嘛 起码他维持至少说表面上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威延这个也还在 那他这个人他如何在这个江泽民 这个余威之下呢 那他到底是有做过哪些事情 他最后到底是如何的下台 如何的一些怎么样 那各位朋友 如果大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系列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那下一集呢我们会再请那个国晨老师 再跟各位继续来听故事讲故事说下去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国晨老师 那如果各位朋友对这集有兴趣 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那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发问一下 谢谢各位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观众 最新最棒的家电都在486团购